这件网上流传一段视频 说的是成都市的金塘县交通运输局 洒水车一路鸣笛对路边商贩喷水的视频 你也知道四川也是一个目前正在正逢冬季啊 挺冷的时候 当事司机谢某某为成都友邦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驾驶员 1月8日14时许 谢某某在中京快速承得南高速赵家出口段 进行路面冲洗作业时 因部分群众违规站到摆摊影响其作业 劝离无果的情况下双方发声口诀 随后谢某某仍进行洒水作业 造成不良影响 已经对谢某某停止处理 这个事儿呢 马上就引起了这个公众的舆情 首先当然公众对这个谢某某 开车冲傻的这个行为 对于这个探犯冲傻的行为是非常生气的 但是呢也有网友提出这样的疑问 如果他不洒水呢 不洒水的话 他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就没有完成呢 他的职责就不是是不是没有尽到呢 所以这个很多人说 这就是底层互害 大家都是底层的劳动群众 但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 确实很难分清对错 但是呢从道义上来讲 确实是错误的 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曾经有一个所谓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 那其实洒水车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是可以不洒水的 可以停一停 可以关一关 但是这个司机没有这样做 而在美国呢 发生过小店的这个员工啊 向外面的流浪汉泼水 想赶走他 这一泼水呢 把这个员工的工作给搞没了 你说这不是底层互害吗 当然最近这个旧金山有一个画廊的老板啊 拿着这个洒水枪 直接对这个流浪汉驱赶啊 拼命的洒水 而且这个总是着言之着着 说自己有理的很 因为我已经赶过他好多回了 他就不走啊 我只能用水来冲走他了 但是这个事情也同样 在美国也引起很大的轰动啊 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您有什么观点 欢迎在我视频下方留言